大家可以看一下什么是现行的阶级敌人 他们是黑社会成员 他们在示意转移视线 企图掩盖事实 他们是苟存在起幻觉和妄想当中的 与现实隔绝的 他们对现实完全没有反应 大家可以注意观察 地类 四人 非人 反人 阶级敌人 披着人体的魔鬼 他们就混在人群当中 大家要学会 鉴别异类 四人 非人 反人 阶级敌人 在本质上 他们是没有人类的本质特征精神的 他们是劣等的败类 他们掩盖其劣等败类的真相的伎俩 一 是反咬一口污蔑人 把矛头指向人类 从而转移视线 其二 是叫浑水 其三 是抛出与事实恰恰相反的谎言 骗人也不能串 棉洗呀 大家都看到了 听到了 这就是做车灯气 对吧 这不是 都是灯气的 你看这个是灭气 一类,四人,非人,反人,阶级敌人,在本质上是有先天致命缺陷的,他们没有人类的本质特征精神,在科学上,精神就是道德,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。 这些一类,就是所谓的缺德,凡是那些缺德的,都属于这种一类,四人,非人,反人,阶级敌人。